今天是3月31日 是聖周星期三 我们很感谢天主 明天能够恢复公开礼仪 所以这个圣经分享的时间 都需要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再次一起聆听圣言 《马六虎音》第26章 那时候那十二人中之一 名叫尤弹斯伊斯加禄迪 去见诗祭长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从此他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无敲指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在那里 给你预备吃如月节晚餐呢? 耶稣说 你们尽盛去见某人 对他说 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 我要与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如月节 门徒就照耶稣 吩咐他们的作料 预备了如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与十二门徒坐席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非常忧满 开始各自对耶稣说 主啊难道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和我一起把手 站在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人子固然要按照 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出卖人子的那日 却是有和的 你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他的犹大师 又开口问耶稣说 师父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明明听到耶稣说 有人出卖他 但他不关心耶稣的悲伤 那些人只急于澄清 是不是自己 是不是自己 就连将要出卖耶稣的犹大师 也藉着明知顾问地 掩饰自己内心的罪过 他后来都放弃了耶稣 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宁愿选择保存自己的生命 而远离耶稣 以各自的方式去放弃耶稣 会不会有时我们都会是这样呢? 圣祖都值得我们反省 有时明明我们犯了罪 但很多时我们会掩饰 甚至会责问耶稣 主啊不是我吗?等等 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和门徒 抛弃耶稣的行为 有时不是很大分别 我们有时宁愿选择一些物质的生活 荣誉、掩耀耶稣 让我们不要再掩饰自己 要大胆承认我们的真相 我们自己的过错 我们求主接含我们 宽恕我们更加重要 在前几天呢 我和世界各地的人 都分享天主教的生死观 其中我都特别提及台湾一个书记 善书记 在他晚年的时间 他最后阶段都看着十字架 看到耶稣一无所有 就是那种的倒空自己 他都希望求这个恩典 他有个图像看到耶稣 就是那份的倒空一切 他想学习 但怎样学习呢 由于他自己年度 都有失禁 有时开尼萨 开读经的时候 赖尿 赖尿 赖尿的时间 忍不住 很厉害 濕了 于是他都要去换 在旅途里面都有一些流流了出来 当然很尴尬 令到修女和工作人员 不是说笑他 而是他自己觉得 都好啊 这个与野 使得他能够脱去他的虚名心 另外有一个就是说 由于他也都没有大便 医生给他一些药 结果某个晚上突然间 药发作 他要急着去 去的时间的话 叫整个工人陪他 他都没到那个洗手间 全部都拆出来 整个地都是 工人都拆了下去 用些说话 搞错啊 你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说一些很难听的说话 使得他 他觉得自己 哇我是书记来喔 我是有尊严过 我是什么校长啊 或者我是一个主任 什么什么 突然间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就是他的图像 好像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袋鼠 他就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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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间跳到耶稣 那个十字架在那里 跳到耶稣的圣心 他觉得好像和耶稣 再不要被那些名誉啊 名啊那些东西脱了之后呢 觉得还没尝试过那么自由 他还没尝试过那么平安 哇原来多个人倒空一切 能够放下自己的话呢 人可以得到那么深 和耶稣的关系 他认为涂空自己 这个翻到环童那样 很自由地 登上这个灵修的高峰 这个是他最后的时间 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这个圣证都提醒我们要学习耶稣 倒空自己 为能够登上这个灵修的高峰 我们一起祈祷 人慈的上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圣言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啟发 总之间生活上有很多愚的东西 不开心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走近你 认识你 爱慕你 还有侍奉你 你是天主 永生 永皇 阿们 在这里我多谢天主 过去这八几天里面 我们每天通过这个圣经分享 能够值得到鼓励 我们互相鼓励 值得圣言能够有这种力量 去面对每天的疫情 明天能够恢复公开尼撒 我们都能够善用礼仪的生活 能够继续加强 不单纯恢复公开尼撒 更重要 恢复对天主的那份信德 恢复对人的那种关心 愿天主使徒与我们同在 祝大家平安 愿全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